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可以再把兩個按 因為剛剛我們做了兩個SUB 這個橙色填滿跟清除 所以其實一樣的道理 只要是SUB就可以變成按鈕 按鈕的做法我是建議直接拿這個複製 然後貼的話就Ctrl V一個兩個 然後再來重新再指定一下 這個叫橙色填滿 然後Ctrl C 指定它之後的話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重新指定這個叫 清除填滿 然後把它改一下 那這樣應該這效果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清除填滿一下 兩個都一樣 這錯了 應該是這個橙色填滿 好然後清除一下 有了有沒有 這樣加上去 OK 最後的話當然我講過黃色填滿 黃色就對角線 對角線怎麼改比較快 其實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拿什麼 拿這個橙色填滿這一段橙色 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下面來改就可以了 其實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貼上 然後把那個什麼 本來是橙色 改成黃色就可以 所以改一個字就可以 黃 然後再來的話 其實只要改條件就可以了 黃 那這個黃色的話基本上 就當什麼條件呢 它才會去畫顏色 當什麼 就是 它的陳述跟對陳述相加 有沒有 相加等於10 好像相加等於10 只有對角線這邊 是這樣的條件 如果還有別的的話應該也會 不過看起來好像沒有 就相加等於10 應該是 右上到左下 所以我們把這個條件加上去 就是當這個相加的時候 等於10 所以加起來就等於10 等於10 就是這樣 等於10 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 不過如果說你怕 其實它理論上加跟減 其實順序是一樣的 不過如果你擔心說 會搞混的話 你可以先 把前面先刮 這個叫被陳述 這個叫陳述 當它兩個相加的時候 等於10的狀況 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才去做下面的虛 當然不是 把它改成 如果改成 黃色的話應該是 紅色加 綠色嘛 所以這個應該25 最高就25 你不能打 超過的數字 不然會出錯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驗證 驗證的話其實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 把它執勤一下就OK了 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填滿了 有沒有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第五藍的加一個顏色 第第五列加一個顏色 也可以啦 反正就找到規則 給它一個邏輯判斷 你愛什麼顏色就有什麼顏色 只是說你要記得呢 要把它把它清掉 清回來 有沒有就恢復了 黃色填滿也可以再加一下 黃色填滿 這邊 把它改一下 這個黃色填滿 重新指定之後的話再加一個按鈕 OK 這樣子 橙色 OK清除 OK 那其他的話呢 請各位自己再增加 一些變化題 我想自己再玩玩看 看你是要哪一列 比如說我希望第四列的這邊 通通都填個顏色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你自己想想看 拆拆看 反正其實工作裡面很多地方 大概就是這樣很快就可以把我們要的東西給做出來 所以 剛剛示範的就是這個 然後 不過這個可能要特別做 這個如果你先按它 怎麼會執行 它還是抓那個資料位置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這個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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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